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风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 那么今天我们将要迎战的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兵王 这个虽然他的国籍呢是这个加拿大国籍 但是他其实是加拿大美国双国籍啊 他本来是在加拿大出生 后来是加入了美国的国籍 成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啊 在之后的几年里他成为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兵王 在整个兵营里都没有人能打得过他 他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好战分子啊 歹人就打也是蝉联了很多界的这个美国的另外一个比赛MMA的一个冠军啊 今天也是来挑战UFC的常年连胜将军李小龙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场超级精彩的世纪大战了 李小龙对阵美国海军陆战队兵王啊 非常精彩的比赛 今天相信也是一场血与血的对拼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个大战兵王的身材啊 咱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强壮啊 这个腹肌背肌都是非常的有线条 很明显啊 来这边是我们的布鲁斯丽里小龙 布鲁斯丽根里也是产临了多届的 MMA格斗冠军 还有UFC格斗冠军啊 而且手底下有非常多的拳管还有弟子啊 可以说是非常强的一个第一人的选手 布鲁斯丽根里 布鲁斯丽根里啊 这边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今天的精彩对决 这边裁判叫到两个选手来到舞台中央进行一个介绍啊 没有问题了 就可以开启比赛了 这边讲述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啊 比赛碰拳开始 李小龙对阵 美国海军论战队 冰王 比赛开始 李小龙 这边刚刚开始来了一个后撤步啊 刚刚控制好了一个距离 等待出手 两发冲拳 左右冲拳啊 刚开始这个时候 一般都是摸清对面的路数的 这个冰王非常的 非常的着急啊 刚开始就使出了这种 很消极力的拳法 我们看龙哥这一会儿该怎么解决啊 这个身体的差距 其实也是量级的差距啊 这个量级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可以看到这个身高啊 差距很多 然后这个体重呢 这个冰王也是非常的重的 很强壮 按理来说 他们两个不是一个量级的啊 但是李小龙已经做过很多这种跨越量级的胜利了 所以我今天相信李小龙也能战胜他啊 我们来看一下龙哥今天能不能对阵 这个冰王获得胜利 李小龙这边控制好一个距离啊 一个回踢哎呦没回踢出来这边被一个左四拳给打断了 这边又是一个回拳踢啊 防住两掌一个高踢腿吃了一个左边腿 李小龙在前面防住一拳防住两圈 这边又是一个后撤啊 哎呦一个直刺李小龙这边两发少弓拳 又吃了一腿 有点伤 李小龙这边一个右钩拳 打倒 又是一个左四拳 一个上越捞星 李小龙这边一个高贴 没有打到 很可惜啊 哎呦这边回拳踢也没踢出来 刚刚开始李小龙的这个状态还没有找到啊 刚刚开始李小龙的这个状态还没有找到啊 这边一击锁四拳 防住两拳很快 这个速度很快啊 反应速度 上钩拳 看李小龙怎么对阵啊 怎么解决 现在这个攻击的路数的比较尴尬 一个小踢腿 一个右边腿 又是一个右边腿 三发右边腿 但是感觉收益甚微啊 哎呦一个高贴漂亮 这个看出来 力量感了 踢了一下小腿 打断进攻 两发冲拳跟上 但是这两发冲拳没有特别多的作用啊 这两发冲拳没有特别多的作用啊 这两发冲拳没有特别多的作用啊 这两发冲拳 李小龙这边 两发刺掌 一个右边腿 又吃了一只西顶 一个右边腿 打在李小龙身上 两人这边反应速度很快啊 后车步 一个右踢 抱住了李小龙 哎呦 直接压倒在地嘛 这是要干什么 李小龙这边一个反锁 哎呦防一拳 防两拳 越来难受啊 李小龙现在这个攻击的处境 李小龙这边 两拳打到 但是感觉收益甚微 扳住他的头 要挣脱一个反锁 漂亮 八卦金钟锁 李小龙这边 要压到身下了 自己占据了上风 很漂亮啊 看两龙这边怎么抉择 一拳 漂亮 再寻找下一次进攻的机会 这边的话 进攻确实不是特别好进攻啊 因为你要控制住身下的人 这个身下的人 一直在反抗你 你没有办法出拳 你必须要用全力押住他 再寻找一个进攻的时机 漂亮 这边又是一个暴力拳啊 然后这边站在他的身上啊 这里在身上 这边右腿出来 这边是一个最大限度的一个包夹 哎呀 一个死亡进入锁 非常漂亮 看他拍三下 海军陆战队 拼摸 被李小龙打投降了 非常漂亮 李小龙这个时机抓得非常的准确啊 他力量感十足 就算是对手是跨越他两个量级的选手 他照样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死亡进攻所太致命了 如果说这个选手他不拍第三下投降的话 可能这辈子这个手就抬不下来了 非常的恐怖啊 龙哥今天展现的实力 可能 观众没有看出很多的细节 但其实 这一招一试 都是李小龙的一个绝活了 尤其这个死亡进攻所非常的恐怖啊 那么也是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这一期视频 也就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 那么感谢给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见 我跟你们 呢 词